欢迎加入1800新闻1.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我是王欣怡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留言区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一起聊天聊新闻 今天新闻首先呢 先带大家来看到在台北市万华 有远警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有一名骑士没有戴安全帽 上前蓝查 没想到这一名机车骑士呢 居然冲撞警车 而且还加速逃逸 虽然最后被远警抓到 但是他第一时间居然还出手攻击 也导致远警擦错伤 最后被压制在地 远警骑着机车巡逻 看见局役男子没戴安全帽 才刚示意他停下来 但他却理都不理 擦撞警车后大力催下油门 直直往前冲 跑给警察追 才跑个几秒钟 就被逼到角落 到底想逃去哪里 已经被逮了 气焰还很嚣张 不断拉扯远警身上的装备 但再怎么挣扎 他还不是当劫被逮捕 他翻下去了 手乖乖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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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挣扎 你这样手乖挣扎 来 手乖乖 你这样就挣扎 你这样手就疼了 哎哟 你疼的啦 局役骑士被包围压制 还不肯乖乖配合 快达警力马上就赶到 原本的气势瞬间归零 虚发就在台北市万华龙山寺附近 六号晚上十点多 远警在街上巡逻 这名二十岁的神性骑士 没有戴安全帽 当场被拦下 但他拒检逃逸 还撞警车展开警匪追逐 从贵阳街二段232巷口 一路追到西昌街 约两百公尺就被压制 被逮捕后 竟然还出手攻击警察 两面巡逻远警 全身多处擦错伤还流血 这下子骑士除了 没戴安全帽的五百元罚缓 还得被依妨害公务罪移送 他公称因为心情不好 骑车出门没戴安全帽 当下不想被盘查 才会冲撞远警考译 只是他矢口否认有攻击警察 但监视画面跟密录器 全都拍到了 有没有动手交给法官定夺 在新北市的淡水 5号晚上发生了命案 有一名装潢公司的前员工 被老板指控他侵占公款 两个人相约谈判 结果爆发了冲突 没想到这一名装潢的前员工 疑似遭到老板杀死 但是检警在复训的过程当中 居然发现这名老板 疑似替儿子顶罪 新北市淡水日前发生了一起凶杀案 有一名员工 因为怀疑前公司私吞了 10万多元的工程款项 因此在晚上时间带着刀 去找前老板谈判 但没想到反倒对方刺了13刀 因此身亡 竟然在第一时间逮捕这名 陈姓前老板 并且将他依杀人罪送办 但没想到他在检警复训的时候 竟然意外说溜嘴 原来他是帮他17岁的儿子顶罪 那这件事件是发生在5号晚上10点多 当时死者是在同事的陪同之下 回到新北市淡水的一间装潢公司 要来找前老板谈判 要求对方先还6000元 双方爆发激烈的争执之后 证明死者是拿出欲藏的开山刀 来做事威胁 而老板的儿子当时在场有看到 但没想到最后死者 反而被刺了好几刀 送一不治 设案的老板的儿子 其实是表示说 是因为不满对方拿刀威胁父亲 因此才会动手 那目前也被送到少年法院 而他的父亲也最后被顶替罪 以5万元交报 嘉义的钟浦乡 在上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一名65岁的男子 他疑似是有糖尿病 突然血糖不稳导致头晕 所以开车的时候整个失控 连续撞上了两部汽车 还有三部机车 起楼下一名男子原本要去迁机车 后来他放弃了 竟然快速的跳上骑楼 这时候一部汽车突然撞了过来 不只把深色的汽车撞毁 后面好几部机车也都难逃 全部被撞得乱七八糟的 这是今天上午八点左右 在嘉义县中浦乡 十字路农会附近发生的车祸 65岁的蔡新男子 本来是开着一部自小客车 结果突然因为可能他有糖尿病 造成了头晕 汽车竟然失控 撞到了前方正在行驶的一辆白车 之后连环撞在冲向的对象车道 撞到了另外一部在行驶的灰色休旅车 还有波及道停在路边的三部机车 整个现场是撞击声响不断 而整起车祸总共造成了两个人受伤 除了65岁的蔡新男子之外 另外还有一名女性 幸好他们的伤势都不严重 其他人经过酒测是都没有酒驾的行为 不过警方调查 很可能就是65岁的蔡新男子 本身患有糖尿病 结果开车途中糖尿病突然造成了他头晕 才导致了他汽车失控而酿起了这一起事故 好那我们来看到在台北捷运的车厢里面 居然发生了暴力事件 发生了什么事呢 有一名女子要搭捷运的时候呢 要去服饰店上班 结果因为车厢里面比较拥挤 刚好他旁边的女乘客疑似重心不稳 所以就差点要倒在他身上 他下意识的出手稍微挡了一下 没想到呢碰到对方的身体 对方居然大骂甚至出手攻击 造成当事人背部错伤 捷运车厢里出现一名穿白色上衣 黑短裤的女子推着手推车 占据走道 看起来是一般乘客 但几分钟前被控诉攻击陌生人 车厢的捷运刚好不小心紧急 可能有点刹车吧 然后刚好我前面那位妇人 刚好可能要往后跌 然后就是正当防卫保护一下我自己 所以他就开始对我吃饱 就是一直拍打我的背部 他在车厢内一直骂我 有一点吓到就一下车就一直在哭 然后有就是就网路上的人 好像都有被他攻击过 被害人表示当时是中午 捷运车厢内人多涌挤 指控对方没站稳倒在他身上 因为下意识想防卫 不小心触碰到对方 没想到这名女子竟动手反击 造成他背部错伤 失望到派出所报案提告伤害 这名女子一次都出现在捷运板南县 包含中校新生 中校复兴 以及中校敦化 这三站都有民众曾看过她的身影 针对这可疑女子部分 我们也会后续做侦查的动作 警方调查嫌犯是五十九岁的红姓女子 身高约一百六十公分 长发绑辫子 推车里会装个人物品或是她的宠物 去年八月曾经拿手机随机砸毁路边的车辆 被车主提告毁损 由于她的外貌特征 总是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 警方已经锁定嫌犯将通知她道案说明 TB新闻高总 黄金曼台北报道 好了我们来看到的是国军陆军步兵117旅 在今天早上的时候 在高雄陵园海边进行野战训场射击 结果没想到在过程当中 因为细杀太多了 跑进到机枪 结果造成枪管卡弹的事情 还好当时有教官进行排除 国军弟兄全副武装 来到海边立刻寻找掩蔽物 并摆出射击姿势 因为接下来 他们就要对海面目标进行射击 发现目标开始射击 有人寻找石头 有人躲在树下 还有人紧靠着漂流木 一时间均荣撞胜 但没多久就出现问题 只见林冰陆续完成射击 但其中一位似乎忙着拉枪击排除故障 因为这时手中的T91步枪出现卡弹 而接下来还有M249的搬用机枪也要进行射击 三八点放的搬用机枪威力更是惊人 但这时同样又出现卡弹 也让教官事后赶紧上前关心 等一下一样先去清枪 清枪完之后到我这边集合 来 揍手突出这地 这是陆军步兵摇摇拐旅 7号白天在高雄陵园海边的野战驯场射击 包括正常连队现有的清兵器 从手枪 步枪到搬用排用机枪进行射击演练 不过场地从原本的靶场搬到海边 也提早发现各种状况 现场就集合所有人进行解说及故障排除 用来做反登陆之用 也就是模拟敌方在靠近海滩的时候 那国军部队进行反击接击 这次的射击训练除了强化跟其他兵科的战术配合 也精进国军的射击能力 如今更透过实际故障排除的演练 来增加实战应变经验 也算是意外收获 TVBS新闻区科成何一信高雄报道 民进党立院导臣总招柯建民 他在昨天有一句 好险老天有眼发生地震 而这一句话第一时间他也承认 说是失言同时也道歉了 但是国民党立委要求柯建民应该要辞职下台 只是柯建民在今天非常低调都没有现身 倒是很多民进党的立委都替他道歉 一句颠倒是非语速太快 差点让在意立委以为民进党团总招柯建民突然问候起他们的老师 不同于前一天委员会发言的义愤填音 柯总招隔天骚神匿急 立庭总招他为他的失言负责 那我们也会持续在他的领导之下 我们民进党立院党团会强力作战 民进党团干部排排坐全力相挺大党边柯建民 因为这句花莲地震是老天有眼 再也不放过要求辞职下台 涉及到泄密 甚至于你们的党团里面的领导者 坐过劳回来的人 那现在一副是正义的一个化身 那要求民进党的党团总招 失言以后这样坦荡的一个向社会道歉 这个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 总招这样子的失言之后 他即刻的道歉 就要辞职的话 那向徐巧新委员 当然不能单方面被挨打 但傅昆奇继续重追猛打 意思就是送纪律文会可能也没啥用 24小时你躲在什么地方 你是不是该出来 用负责任要有勇气的方式来面对国人 想寻找准总统赖清德的 还有花莲县政府紧急召开记者会 都在等赖清德的一句道歉 只是同样为失言惯犯的 还有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政治不要泯灭人性 也许他真的是 最近在立法院压力太大了 柯文哲感受性很强烈 万年总招柯建民是否hold不住 党团即使帮忙解释 得看花莲人能否接受 前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他的任内爆发了 北市科案金华城案 被检方列为被告目前 而前台北市长郝龙斌就说了 他诚心希望柯文哲可以全身而退 同时也建议柯文哲要勇敢面对 不过这样一番话呢 也被柯文哲大酸 说郝龙斌他自己的台志光案 才应该要出面好好说明 议会北市科调查小组拍板 把他列入约循名单 客闻这不满也不以为然 加上金华城案 民众党也喊这样一来 是不是该把前前市长郝龙斌叫来 认为柯文哲要全身而退 必须先解释到位 但柯文哲再反呛台志光最该查 前后市长杠上还有民众党前中安委员张艺善爆料 三大案指控都是来自郝龙斌 绿云只是配合监督 那同党的蒋万安知不知情 在议会不分党籍所有很多的议员 都非常关心提出了质疑 我们是否立场跟态度非常坚定而且一致 直升在台北市议员钟小平又爆出第四案 指控柯文哲任内果菜市场改建 让中华工程减相发包 涉及官商勾结 因为中华工程也属于威京集团 现在市长蒋万安还有问题就调查 现任后的柯市长持续被蓝绿夹杀 体内新闻线红阳佩玉台北长报道 国民党立委许晓星最近争议也是比较多 他其实呢现在被爆料说 他个老公在三年前在松山买了一间老公寓 因为这个地点其实就在金华城附近 所以他也被起底疑似是为了帮忙推动当地的都更 而且政治评论员温朗东更直指说 金华城的容积案根本就等于是许巧心案 这也让许巧心火大回应 被和金华城容积率案扯在一块 国民党立委许巧心下了节目后还是很不满 会被质疑就是因为2021年4月 他和丈夫以1800万买下的中古物就在金华城附近 还有名嘴直指金华城案和许巧心案是同个案子 发现许巧心原来就是金华城幕后的大法师 都更的范围容纳包括了许巧心他家 温朗东将来PO出对话截图 点出这名里长在里民群组中鼓励 居民填写都更意愿书 大力推荐合作厂商中华工程 就是威京集团事业群 认为许巧心和金华城有关系 被民进党议员许舒华酸精准投资 许巧心反向单纯只想住得离妈妈近 撇清和威京关系恐怕还不够 先前温朗东才揭露 许巧心利用职权推动南松山都更计划 就是为了让达勇的都更案销手更顺利 现在网红四叉猫脸书再PO 达勇建设合作团队之一 是黄秀庄建筑师事务所 而黄秀庄的妻子就是国民党台北市 党部主委黄吕景如 而黄吕景如当初在新一南松山 立委初选新废大战时扮演重要角色 最后一句老废废宏泰 输得不约要网友连连看 对此黄秀庄太太黄吕景如则说 房子土地取得 房屋销售给任何人 不在我们业务契约范围内 大家不要互相牵扯 只需小心房屋争议 已从立委选举扯到金华城 容积率 TVC的新闻 梁佩伟还有一场报道 好我们看到 在宜兰东山有一处道路在施工 但施工完 这工程人员要说他非常贴心吗 他还不忘帮旁边的车子也洗干净 但是这个好心的举动 却让车主非常的崩溃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为了要保持通风 其实车窗都没有关起来 所以这一清洗呢 这下车内全部都是积水 要维修得要花上万元 现在也指控厂商 根本就没有事先告知要施工 厂商也说他们会负责任 工程人员施工告一段落 拉水管清洁打扫 不忘帮停放路边的车辆 仔细冲洗干净 再拿抹布擦一擦 一系列贴心举动 等车主来开车 眼前闪亮亮的车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 因为车内湿透了 驾驶座脚踏垫都是积水 车门案件湿搭搭 车主崩溃 明明没下雨 怎么爱车凌晨裸汤机 我的窗户没关紧 现在真的建了一整车 整坨全部都是 偶尔也去人家处理 车子也是花了一些钱 三号下午三点多 宜兰东山路安路附近 进行施工作业 工程人员刷洗地板 顺便冲洗 沾上尘土的车辆 车主控诉厂商 没有事先告知施工 他为了保持通风 窗户还故意留一点缝隙 这下光是零件维修 就要花费一万元 后续还有车辆清洁的费用 洗车业者说这笔开销 主要依据内装材质 如果是绒布可救非常难处理 还好车主没多久就发现 尽早处理还有机会抢救 施工厂商也愿意负责赔偿 只是短时间内暂时无法用车 还是造成车主不方便 地区别的新闻 简单陈蔡新宇 宜兰采访报道 高中有住户 他一早醒来 发现自己的机车被踹倒 大约监视器发现 疑似是一名酒醉的男子坐的 目前警方已经掌握到 这名男子的身份 但是让附近住户非常困扰的是 在这附近 其实有一间腿库饭 都开到凌晨三点 这也让很多酒客 会到这里来续拓 造成住户的困扰 男子拿着手机 从对街走到棋楼 一来就趴在机车椅垫 感觉像是酒醉想要呕吐 虽然最后忍住 还一度坐着滑手机 但下一秒却突然失控 把眼前的机车踹倒 然后再摇摇晃晃离开 直到隔天住户一早醒来 虽然机车已经被好心人牵起 但车子从手把到左侧车身 都有插痕 调阅监视器才发现 居然遭一次酒客踹倒 这几夸张的踹倒机车 就发生在高雄的心中恶路上 但邻居说酒客闹事 似乎已经不是第一次 虽然现场多是一般住户 但二三十公尺外 有一间在地专卖宵夜的知名腿库饭 经常有酒客前来续摊 但不生酒力 造成当地居民困扰 由于店家营业到凌晨三点 根据乱踹机车男子出现的时间 已经接近三点半 是否远道而来 却吃不到宵夜 借故发酒疯 结果目前已经锁定对方身份 要将人依法送办 让他付出代价 TVBS新闻徐克城 何一信高雄报道 台中在今天凌晨 发生了两死三伤的火警 事发地点是在公寓的八楼 疑似是客厅电视机旁边的电线走火 当时一家四口都在睡觉 爸爸发现之后 赶快把全家人都叫醒 逃出去 结果发现小孩没有跟上 爸爸又冲回火场里面 结果最后跟女儿一起葬身火箍 公寓农烟窜出八楼窗台 有一双手朝外面挥舞 试图求救 13岁游姓少年躲在这边 跳上跳下等消防救援 再往楼上看十楼窗边 还有两个人挥毛巾求救 严重火警当下有五个人受困 外界能看到的13个人 这时妇女已经倒卧在浴室 不同视角公寓八楼陷入火海 火势相当猛烈 伴随农烟窜出 同时一路往上延烧 火警一开始是爸爸发现失火了 叫醒妈妈跟儿子女儿后连忙逃生 后来孩子没跟上 听到女儿大声呼救 马上再冲回火场 消防队员也来不及拦阻 另一边云梯车再到十楼 两人在窗边 就到他们时惊魂未定 警消现场确认 两个人是意识清醒 没想到过了一晚 女子插管住进交互病房 事发现场照片曝光 妇女倒卧的浴室 门被烧到焦黑 门框预热软化变形 再往里面走就是这个窗台 当时十三岁少年身手 消防队员看到把人拉出来 浴室天花板整个烧毁 现场一片狼藉 电线走火 还有一个 是老风 还有两个在上面 刚那个弟弟也是他们家的吗 阿姨他们家的 火灾发生在台中西村区一处社区 五月七号凌晨一点多 八楼住家疑似是客厅 电视机旁的电线起火 爸爸跟女儿往主卧室躲 最后被发现时 是倒在主卧室里的浴室 两个人都失去生命迹象 至于获救的儿子 躲在浴室窗台 呛伤意识轻行 警校出不了解 火灾事发原因是电线走火 整起火警总计是两死三伤 最后妇女葬身火箍 儿子跟妈妈幸存 TVBS新闻 赖崇龙 陈淑贤 许立凡 廖凡一 SNG小组 台中厂报道 好 我们来看到 这火灾之后呢 最难过的当然就是妈妈了 一夕之间 先生跟女儿都走了 而他的儿子也因为烧烫伤 还有呛伤还在医院里面 里长就说 当时这位妈妈呢 就拿着一只手机走出来 什么也没有 未来的路很漫长 妈妈心情沉重还是得坚强 尤其儿子还在医院需要他的照顾 他一夕之间夹烧了 丈夫女儿走了 医师告诉他急救无效时 抱着女儿崩溃了 夫妻两人都在钢铁厂上班 生活并不富裕 背负房贷 养育十岁十三岁的儿女 爸爸跟女儿丧命 儿子呛伤烧烫伤在医院 妈妈已经顾不得自己也呛伤 社工陪着阿嬤返回住家 拿了几袋物品出来 师傅协助紧难救助 不过妈妈仍然处境艰难 起火的是大楼的八楼 上方九楼住户及时逃生 十楼两个人挥着毛巾求救 又被云梯车救下来 五十五岁的中姓夫人呛伤送医 后来送进加护病房插管治疗 五十五岁的秋姓男子也送医观察 火灾发生之后社区住户说 没有听到警报声音 是因为烟熏的味道跟呼喊声 以及消防车警笛声 还有广播才发现火灾 质疑及时的警报失灵 官委会澄清警笛有响 消防局现场记录也有警笛声 有可能是警报器设定 火点所在楼层 以及警笛的上下楼层 并非全面性的警笛大座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访欧的第一站呢 就是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还有欧盟主席进行圆桌的三边会谈 而会后呢也马上跟法国总统马克宏 进行双边会晤 而马克宏在会议当中 滞交的包括了台海局势 还有东亚危机等区域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宏在总统府 爱丽社公亲自迎接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和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赖恩 三人在台湾时间六号晚间 进行圆桌会议 法国和欧盟直言 世界无法吸收大陆过剩产品 中国国家补贴损害中欧的经贸关系 对此习近平回应 不论是从比较优势 还是全球市场需求角度来看 都不存在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 结束大约一个半小时的圆桌会晤后 马克宏和习近平在进行双边会谈 会中马克宏强调对国际法规范的尊重 要求大陆保证不会支持俄国侵略乌克兰 也表达对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东亚危机担忧 共同记者会上 习近平对俄乌战争阐 中国既不是危机的制造者 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 我们反对利用乌克兰危机 甩锅抹黑第三国 煽动新冷战 习近平同时提到以巴黎奥运为契机 倡议运动会期间全球停火止战 并强调中国政府已经为恶物冲突开启第三轮斡旋 是替实现和平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呢 最近非常频繁的集结到金门的南方 而就在昨天下午三点半又有四艘进入 海巡也派出了三艘的巡防艇广播驱离 他们强调陆方这样子的行为呢是刻意的进入 已经严重破坏了两岸的稳定 还有航行的安全 发现又有中国大陆海警船靠近 赶紧出动巡防艇 船只不断靠近海巡全程紧盯监控 迅速广播驱离 中国大陆的海警船近期常常编队多艘船只 刻意进入金门南方的近限制水域 六号下午三点半海巡发现金门南方 有四艘大陆海警船再度出现 刻意编队航入近限制水域 有两艘也在附近 我方赶紧派出三艘巡防艇平行对应 阻止船只继续航行 对方终于在四点三十七分陆续航出 直7号上午海警船又再度集结到金门海域附近 海巡也呼吁大陆应该立即停止 危害航行安全的行为 希望能共同维持台海秩序 会坚定立场持续征搜 不过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7号将从纽西兰出发 前往太平洋执行任务 不排除德国护卫舰会穿越台湾海峡的可能性 中国一贯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 但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 挑衅威胁中国的主权和安全 贝尔伯克日前表示 护卫舰的航线不会提前公布 也强调和平通行权也适用于台湾海峡 但中国大陆却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在挑衅 TBS新闻王玉婷 蓝婷 金门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知道大陆的两广降下了好大雨 我们看到的是广州地铁的他们的线路 也因为被雷电击中造成跳电 而另一方面在广西则是爆发了大洪水 而且甚至有一座村庄被淹没 在官方紧急宣布撤村之后 发现有艺人失联 山洪爆发 污浊洪水 短时间灌进广西晨熙市一座村庄 居民眼看夹杂树木杂物的大水 冲垮护栏 涌进自家庭院 没多久淹水高度超过一个轮胎 当地政府紧急喊撤村 但事后调查还是有一名村干部失联 6号同一天海南海口也降下暴雨 三小时将近50毫米雨量导致内涝 大马路看过去机车电瓶车 几乎三分之一都泡在水里 极端天气也还持续在广东传出灾情 雷电击中广州地铁接触网 发出巨响和强烈火光 弓箭设备也自动执行保护措施 短暂跳电 事后官方表示意外没影响地铁运行 连日来的暴雨导致广东中山多地严重淹水 大陆中央气象台市井 即便雨变小 民众也要远离山坡 中山神湾镇洪水退去 但当时大水冲上路边的垃圾淤泥还没清理 拖车业者忙着拉走泡水车 长时间恶劣天气也影响农作收成 广东佛山荔枝农民说 今年开春先是干旱 延后果树开花时间 近一个月暴雨又打掉大量的花 荔枝产量比往年纏捷一半 TVBS新闻夜俊宏林明珍 送后报道 国际局势我们知道俄乌战争还在进行当中 而乌克兰呢也在战火当中度过了第三个东正教的复活节 但是俄罗斯在这一天仍旧是没有收手 继续轰炸乌克兰的哈尔科夫 乌克兰媒体到前线采访的时候 也刚好碰到了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镜头下也记录下了双方的交战 如电影般的激烈交火 却是俄乌战场的真实写照 战争之后是非常厉害和激烈的 我们从哪里来的声音 乌克兰记者深入前线采访 却碰上难以想象的惊险过程 这个被称为庇护所的乌军阵地 主要提供前线士兵休息 不远处一个名为院子的位置 才是用来监控敌军的地点 距离俄军只有六百公尺远 拍摄当晚所有人已被炮息声 吵得睡不着 原来这里真的很危险 因为不远处的村庄才刚被恶军拿下 不料话才说完 同个地点就感受状况不妙 因为炮火声更密集 研判俄军又想展开进攻 镜头拍下这里从清晨四点起 开始激烈战斗 双方就这样一路从深夜打到天亮情况 继续加温 采访团也拍到有士兵遭蛋片波及 请求支援 最后这组小队整整站了十四小时 才撤到安全的地方 今年二月 俄军占领阿夫迪夫卡之后 缓慢往西推进 现在更想撤五月九号 二战胜利日到来前打出新战果 目标之一包含巴赫姆特以西的战略高地 查苏夫亚 这几天俄罗斯早已加紧为大阅兵做准备 莫斯科红场已能看到大量的士兵踏步彩排 甚至有战机冲场喷出彩烟 俄罗斯表面举国欢腾 却从未说明究竟有多少士兵战死沙场 一些俄罗斯居民就认为不该这样大肆庆祝 5号卢斯总统普京还来到教堂参加东正教父活节弥撒 同一时间却毫不手软加强轰炸哈尔科夫 周末连两天哈尔科夫接连遇袭 又有住宅区陷入火海出现死伤 居民不敢相信俄罗斯竟然连特殊节庆都不放过他们 乌克兰军情副首长断定普京也拼仿中前拿到新成果 而乌克兰主要的问题单纯是缺乏武器 不过专家认为缺兵也是问题之一 乌克兰直到不久前才承认东部战线告急 俄罗斯防长则夸口今年以来 以夺下乌克兰547平方公里的土地 预估今年夏天对乌克兰来说只会是场硬仗 远新闻 孙鹏国道 美国跟菲律宾在进行联合军演 而他们也首次在菲律宾北部 距离台海不远的老卧室来举行这个军演 TVBS呢我们也深入到了当地访问当地的居民 发现他们都非常的担心自己会卷入台海战争 台海南海紧张之际TVBS团队现在来到的地方呢 是美菲肩并肩时代演习的地点 那么也就是菲律宾北部老卧室的军演场地周边 TVBS深入民宅 这里近期经常看到来来往往的美菲军队宛如战火一触即发 我们来听听看民众的说法 民众不便担心战火爆发 尤其老卧室距离台湾只有380公里 如果台海爆发战争 也就是台湾有事 这里的民众绝对感受得到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航太巨波波音公司呢 最近几乎可以说他们好像是走了霉运一样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不只客机频频爆出了飞胺商贯的问题 包含了像是波音旗下的太空船星际飞机呢 从设计到研发一路上可以说是风波不断 多次要五载人是非呢都没有成功 而好不容易延宕四年 本来预计在美国当地的六号要首次送人上国际太空站 结果又因为技术问题再一次延期 火箭在发射台蓄势待发准备飞向天际 美国航太巨波波音公司旗下的太空船 星际飞机STARLINER 本来六号要送太空人上国际太空站 没想到又因技术问题再次延期发射 STARLINER是结果的 事实上NASA十年前就授予波音超过40亿美金 相当于台币1290多亿的合约研发打造太空船 但一路以来却是风波不断 在2019年的首次试飞任务中 星际飞机因始终设置错误 计算机提前点燃太空船引擎 导致未能成功到达国际太空站 2022年虽然第二次无载人试飞成功对接国际太空站 然而飞行中却出现种种技术问题 延档多年星际飞机终于要在六号载人上外太空 结果因阀门出现问题再度以延期收场 反观马斯克旗下的SpaceX 法新社报道 这趟飞行不仅是星际飞机开始为NASA 提供定期服务前的最后测试 对波音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近期客机频频爆出飞安疑虑 波音就像是走了梅雨一样 何时才能挽回商欲 恐怕很难说 TBBS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的社会压力大 最近他们兴起了买扭蛋的风潮 其实原本这个扭蛋玩具 大部分都以日本的动漫造型为主 但是最近多了一些南韩的小风格 另外最近很多南韩人 好像也迷上了30秒以内的短影音 大家手机一滑就停不下来 南韩首尔这间卖场 放眼望序有好几排扭蛋机 扭一次要4000韩元 换算约95块台币 扭蛋爱好者仔细挑选机台投币 看看今天的手气如何 扭蛋的可爱造型吸引人收藏 顾客比例上似乎大人比小朋友还多 来说三观看 我可以做了一年的 我可以做了一年 我可以做的 一年多我可以做的 50多元 來自我喜歡 有時候 我看到了 他們可以買的 雖然而是 看來 seus 小型 有時候 市場上 多久 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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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未名的大人 買扭蛋滿足童年遺憾 扭蛋從日本傳到南韓 原本內容物偏重於日本動漫卡通角色 但最近開始有了改變 像是南韓品牌的泡麵 燒酒 韓式傳統酒湖和酒杯等 做成約硬幣大小的迷你模型 甚至還有還原泡麵包裝的鑰匙圈和化妝包 南韓社會壓力大 大人買扭蛋不見得是為了裡頭的玩具 購買過程附帶的期待和驚喜感 更有療癒效果 總是講求快速的韓國人 最近更迷上了30秒以內的短影音 手機一滑就停不下來 最近 온라인市場은 여기에注目하고 있습니다 짧은 콘텐츠 숙품과 결합한 쇼핑 이른바 쇼핑이 미국과 중국 등지에서 인기를 끌고 있는 겁니다 其中一個電商平台調查 有75%的使用者 可能在觀看短影音內容時 同步下單 TikTok在美國和東南亞等 台灣影片內容 加入可以直接購買商品的 賣場功能 YouTube也在南韓擴大 影片內容相關產品的 商店連接功能 學者對這種現象表達了擔憂 在短影音的刺激下 很多人可能腦波一弱就亂花錢 但還是有不少消費者精打細算 像是南韓這一款手機APP 只要偵測到使用者不行 就會累積獎金 這是繼Instagram之後 南韓使用率排名第五的APP 最近還出現一款虛擬種田的手遊 選擇想要的商品浇水灌溉 修成一滴數量後 就能得到商品 在通膨物價高漲的情況下 這類型APP在南韓超所歡迎 每天勤勞一點滑滑手機 就能多審下開銷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國際桌球總會 今天公布最新的世界排名 好消息是我國的桌球好手林雲如 跟陳思雨在混雙排名 在世界第五確定已經取得了 巴黎奧運的門票 這是目前今天的最新消息 另外我們來看到大聯盟造棋隊球星 大股賞品連三場敲出了全雷打 今天對戰馬鱗魚大股又敲出了 第十一支全雷打 榮登了大聯盟的全雷打王 甚至他也獲頒單週最佳NVP球員 再顯神蹟讓球賽主播 驚呼連連大股翔平重演昨天怪力 轟出大炮 同樣是一局下手打席 只不過面對的是馬鱗魚先發投手 大股翔平照打不悟 一季中外野兩分炮 打破盜旗隊壓彈 打擊助攻追平分 又創本季個人最佳記錄 只有大股翔平才能超越大股翔平 本季第十一轟肉帶獨佔大聯盟全雷打王 更獲得單週最佳球員殊榮 大股生涯第八度獲獎 主要是一週打擊率破五成是大聯盟日籍選手中繼林木伊朗後史上第三人 打筆修友祭出老K同一天比賽的日籍投手表現也不輸給大股翔平 對上前東加小熊隊雙殺滾地球結束一局下半 主頭五局零十分標數5K 不過六局下換上後援松井玉樹保送爆頭殘埃兩分炮 17場首次被打者轟出全雷打 不過教室不受影響 最終6比3迎球打筆修友本季第二勝主代 TVB的新聞聽不到 好 這幾年民眾對於外送的依賴程度越來越增加 但是平台業者收取的費用也隨之上漲 甚至抽成的比例高達了百分之四十 為了要保障消費者還有外送員的權益 其實在過去民眾黨跟國民黨都曾經主張要修訂專法 而現在民進黨的王毅川也開直播炮轟萬壽平台 真的是賺太多了 要替外送員與店家喊約民黨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公開點名外送平台 賺太多錢 要外送平台別轉過頭 主張綠營政策樞紐 王毅川直播拋出風向球 比較兩家外送龍頭店家要在福片塔上架 除了上架費用三千元 每單交易要抽成百分之三十二到三十八 另外每兩週收取三百元的平台費 UberE則是針對店家設定四千至五千元的上架費 每單抽成百分之三十五 平台費一個月五百元 拍照花了兩千多塊 兩千多塊錢 就是他們有專業攝影師 然後我們設定一些餐點給他們拍 一百一的話 都要一百五 不是虧 就是利潤變得很薄 就算把價格往上加 實質收益卻是往下 而且在消費者方面 以福片塔為例 除了單次計價的外送費 與每月收取的訂閱費用 還額外收取一到九元的平台費 另外UberE更從去年開始 加收五到四十元的服務費 也讓工會呼籲應定專法規範上限 是不是該管一下 平台方尚未回答 但如今出民進黨要拔草 側風向 藍營也提出修訂外送管理 即從業人員法 一面帳外送員權益貨保障 一方面也能杜絕外送亂項 例如在台北市排版 租借U-Bag前三十分鐘免費之後 還被發現有民眾拿來從事外送 我已經請交通局跟微校單車來評估 是不是要在會員條款裡面 來禁止使用U-Bag來從事外送的服務 在專法誕生之前 地方政府自得設法應對 TVBNC紅熱紅副環境配備 台北報導 好對於外送員的這專法 像觀眾朋友阿茅他就說了 這個專法講了好幾年 但現在連影子都還看不到 而現在全職外送員 他們在全盛時期的時候 到底一天可以賺多少錢呢 疫情的時候 因為當時不用送餐上樓 所以外送員其實可以接到 比較多的單 全職的外送員 時薪可以來到三四百元 但是現在時薪算一算 大約只有100多元 最後外送員講了 即使平台的抽成沒有增加 但是砍掉了很多的福利 幾乎等於是變相減行 熱騰騰餐點放進保溫帶 機車一發動趕緊出發 才剛送完上一單不到幾分鐘 馬上有下一趟進單 我有防貸的壓力 所以我七天就是跑七天 我就是硬跑 你如果跟上班族一樣這樣跑的話 你其實了不起的是賺三四萬塊而已 我們機車那些保養維修 很多都需要就是花錢的 為了過生活不得不累一點 畢竟疫情前後落差 尤其明顯 以全職外送員來看 2021年左右 也就是疫情最嚴重時期 時薪三百到四百元都不是問題 但現在時薪要到三百元 根本難上加難 因為以前疫情的時候 我們跑的時候 我們只要餐點拿到 放外送桌就好了 所以速度會很快 可能你一個小時 而且單又多 我們現在全部都要上樓 就是變成都是正常的送餐 就是你要必須符合客人的要求 已經跑兩年全職外送的Hank 因為自由從工程師轉行外送員 但兩年下來即便平台抽成沒變多 但福利一年比一年還要少 不過外送員數量依舊不少 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反正我們外送員就是 他一直會有心血進來 所以我們這些跑比較久的老鳥 他不會管 他也不會管我們福利什麼的 不只燙次獎勵 起跳價 以及里程計算等等 平台如果從多方面下手 即便每項幅度不高 但外送員依然感受很深 其實他就是把你的薪水往下砍 以前一單的價錢比較高 現在價錢比較少 本來是60起跳 現在變40幾起跳這樣 再加單的時候 他就變成金額就減少了 就要變成多跑幾單這樣子 福利降低 人數上升 整個外送環境僧多周少 想要維持過去收入 只能多跑一趟 試一趟 有民眾去屏東一間韓國烤肉吃到飽 結果沒想到吃著吃著 眼睜睜就看著小強爬到自己的碗裡面 當下拍照跟電源反應 電源只說會加強清潔 沒想到時候回去Google評論發現 在四個月前也有顧客反應 有小強的問題店家回覆也是一樣 肉片一放韓式烤盤子子作響 想吃多少自己夾多少 屏東市這一間韓式烤肉吃到飽 吃烤肉還可以配火鍋 食材陳列在吧台區 想要什麼就拿什麼 不過日前有消費者吃到一半 碗內跑進了一隻不速之客 小強直接爬到碗內 當下店家有幫忙換桌 本來想說算了 事後一查Google評論 有其他的客人也遇到同樣的狀況 結帳時店家有說會消毒 跟四個月前受害的消費者 回應一模一樣 但仍然有小強出沒 店家拿出資料證明真的會固定消毒 也會請專業的消毒儲存公司 來做環境改善 實際環顧一下用餐區 光線明亮桌椅都有清潔乾淨 不會有髒亂的感受 至於食物的作業區 衛生局已經貨報派員前往了解中 我們是一直要求加強處理 但是成效不大 所以說我們現在整個月開始已經有 新的廠商就是會進駐 整局以派員辦理行政調查 業者表示平均一個月 會有兩到三次的消毒清潔 這回又有消費者反映小強的問題 清潔次數將會隨時增加 畢竟開門做生意餐廳的衛生很重要 不能讓一隻小牆破壞建立起來的品質 TVBS新聞葉鳳達評論報導 端午節快要到了 又到了吃粽子的季節 但是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如果自己包粽子 買材料有發現有變貴嗎 在南門市場有攤商就坦言說 的確今天 今年還是有感受到本土通貨膨脹的壓力 包含上是糯米 栗子 蝦米 都有一成的漲幅 糯米炒香 加入香菇 干貝 蝦米 鹹蛋黃 滿滿餡料 塞滿粽葉 美味南部種登場 迎接端午節可不能少了這一味 為在南門市場的熟食攤 老闆娘經營三年多不漲價 不過萬物絕長的時代下 業者坦言 成本壓力大 糯米一帶也有漲了一些吧 還有像我們的干貝 栗子 大概一成沒有到兩成 香菇 香菇好像有脹一點 對 香菇有貴一點 其他的我覺得還好 攤開成本來看 糯米 栗子 蝦米 都有一成漲幅 香菇漲幅明顯有到兩成 百貨業者也推出粽子裡 合搶端午商機 而面對通膨 業者盡力跟供應商溝通 控制成本 儘管掌聲響起的還有國內 電價均漲百分之十一 不過看到主計總處公佈的四月CPI指數 年增率達百分之一點九五 低於三月的百分之二點一四 也探到了警戒線百分之二之下 顯示通膨略漲文 細項來看高麗菜漲百分之五十七點四一最多 其次是木瓜漲百分之三十七點一三 鳳梨漲百分之三十一點六二 整體的醫療保健類CPI年增率達百分之三點五二 創下了兩千零八年四月以來的新高 其中診所掛號費更是大漲百分之十三點九四 雖然數據來看通膨略漲温 不過漲上去的物價已經難回頭 體育新聞 鳥沈徐鑽宇捷 台北上報導 五月進入報稅的季節 不過上班族認為店家物價狂漲 就算少繳稅也沒差 走進咖啡店排隊人朝擠到門口 這天有買一送一行銷活動 點那個買一送一的 想要兩個熱的美式咖啡 麻煩幫我做幾咖啡 用超商架喝到精品咖啡 那可說是特別的香 謝謝 好 粉紅色外套的是Jim 穿條紋的是Alice 兩人都是上班族 這天相約下班後到咖啡店聊天 剛好遇到買一送一 又因為超過晚上七點 餐點有珍惜食物計畫 再打七折 買一送一再加上七折 經濟整個通知 街營 對 上班族套餐 平常可能就是覺得很貴 那趁有買一送一的時候 就是享受一下 各家品牌業者無不祭出行銷手法搶勢 通膨時代懂得減優惠 就能創造生活小確幸 尤其五月到了 一年一度的報稅季節 讓小資族們頭頂上雲霧繞 因為平常沒有特別 就是每個月把錢扣下來 所以其實就會覺得 好像這一個月就會有多一筆錢的開銷 其實會覺得多少有一點壓力 因為四月份店價才漲 所以其實也還沒收到新的店價 所以也不知道 但是會擔心說 會不會夏季的時候真的漲很多上去 那其實就會壓縮到生活上可以花的錢 然後五月接下來七月放暑假 然後還有一個在念書可能暑假就要 就是補習費 對 那我覺得好像每個月錢都不太夠 俊有三個小孩一個剛成年 不能算在撫養裡面 今年要繳的稅將比過去多 所以我原本撫養三個嘛 現在變成兩個 那就有可能今年的稅額可能就是 會提高 那有可能就要繳到稅額 繳稅是應盡的義務 但是要把錢交出去 心還是會有一點痛 今年報稅基本生活費 這一項能報的比前一年 還要多出六千元 預估全國會有兩百三十五萬戶受益 二零二三年 每人免稅額九點二萬元 七十歲以上十三點八萬 標準扣除額則是十二點四萬 每人薪資特別扣除額上限 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為二十點七萬元 基本生活費則從十九點六萬元提高到二十點二萬元 多口之家可享有減稅小確幸 一個四口之家 那你是用這個基本生活費差額 來做一個所得稅申報的時候 那六千塊的差額乘以四個家戶人口數 也就是多了兩萬四千塊的一個免稅額 那如果你的那個稅務急距是二十趴的話 兩萬四千塊乘以二十趴的急距 那就是四千八百塊 所以相較於前一個年度呢 可以有這個四千八百塊的一個免稅的一個減項 此外今年報稅還有另一項變動 因為民法將成年年齡調降到十八歲 年滿十八歲除了在校就讀或身心障礙 可報撫養外應自行申報 那這樣的差異在於說有一些高資產的家族 可能會幫小孩做一些存股 一些投資的規劃 那過去在未成年的情況下 他的所得是要併入到家戶做細算的 但在這個今年度來說 如果他已經年滿十八歲 他就可以獨立出來做審保 那他所適用的這個所得稅的急距 以及相關的扣除額 可能就會照原本來說更有優勢 那因應這個物價指數的調漲 那其實今年度政府有公告說 在這個個人的免稅額 以及相關的扣除額 都會依比例有一個調增 只是因為他是今年公告的 所以他是在明年度申報 今年的個人綜合所的稅收 才可以做一個適用 因為物價漲幅達標 明年免稅額將調升 納稅又能小省一筆 畢竟萬物其漲嘛 一般人的心態 當然能少繳一點是一點 TVBS新聞中的人文號 與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